周西在搞笑。发训练视频轮胎成亮点。网友,难怪会被火箭裁。对于篮球运动员来说,拥有超强的身体素质,以及超高的爆发力,才是立足于篮盘的资本。 毕竟篮球运动对于任何球员来说,是一个高对抗、高能力体现、高素质的体育项目。所以很多篮球运动员在业余的时间里,都会通过各种锻炼,来提高自己在某些方面的不足。身体素质是每一个篮球运动员都必备的锻炼项目。 尤其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,本身在身体天赋方面,就难以与一些欧美的球员进行对比,所以我们中国篮球运动员在各大篮球赛事中,吃亏就吃亏在了身体素质方面,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,但是身体素质不足的人,完全可以通过后期的锻炼,不足缺点,也能够在强者众多的篮堂中,占有一席之地。 众所周知我国很多运动员,因为在某些方面的出众,最终还是被NBA的球探选中前往美国打球,但是,终归会有人不太会适应NBA的环境,其中周琦就是这样的一位球员,最终周琦面临的结局大家也是非常清楚的,他被火箭队选择裁掉,最终无球可打低他选择回国寻求机会,无奈CBA的体制再次限制了他, 最终他只能闲置一年,在下个赛季才能回归CBA赛场。如今闲置下来的周琦,自然要在身体素质上面,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,毕竟他下个赛季要回归CBA赛场也需要保持住竞技状态, 而且即将开打低南蓝世界杯,也是重中之重,所以周需要场外寻求专业的指导和训练。近日销声匿迹很久的周琦,终于又出来冒套了,他在社交媒体上,发布了一条关于自己训练的视频,而周琦正在坐班轮胎力量训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